Ry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MIPER對上NBL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是 伯伯對上西西里 伯伯的話我們稍微講一下他的能力 伯伯能力的話 穿米速度移動加10% 那其他能力的話 比較特別的是他可以知道 標槍騎兵 那標槍騎兵這個單位呢 在城堡時代可以知道 那空間時代不能照 那所以呢如果你是玩伯伯的玩家們 那你到城堡時代的話 你的毛兵基本上可以不用去按戰毛兵的升級 那你就可以直接製造這個標槍騎兵 出來反制敵人的弓兵 或者是馬弓 都相當好用喔 那個機動性來說 真的是比那個戰毛好用很多 那到我電腦時代的話 可以把這個標槍騎兵升級到精銳 這傷害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缺點就是比戰毛兵肉多了15 那木頭也是一樣不便的 我覺得多花15肉去換 多一點的血量戰毛跟移動速度 我覺得是挺划算的 好 那再來講一下 伯伯最重要的核心能力 是他的馬舊科技 不 馬舊單位 是可以有個打折的效果的 到帝王時代可以打八折 跟匈奴的馬攻一樣 就是八折 那他的寶兵呢 弱攻 是可以counter馬攻的單位 可以counter像是那個 蒙古阿 蒙古的蒙古圖記 大家都說很OP喔 但是其實遇到伯伯的時候 弱攻可以搞定一切 還有庫曼阿 青茶都很害怕 都非常害怕 伯伯的進攻 那伯伯除了 counter馬攻之外 他本身打馬國也是相當counter 因為他本身村民一開始就有加10%的移動速度 經濟上就會好一些了 那再來就是他打駱駝 又有相當的優勢 因為他的金冠可以增加駱駝的回血速度 算是一個蠻好用的一個能力喔 而且駱駝的話 他本身出駱駝的話又有加成 也可以吃到這個加成的 所以伯伯打駱駝跟駱駝 是一個非常完美counter對方馬攻跟騎士的一個組合 而且駱駝又便宜 然後如果要真的 單純要counter對方的攻兵的話 又有這個標槍騎兵喔 所以就是 伯伯算是一個 也算是萬能型的文明 他的確定就是沒有大級兵而已 那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他本身藥的東西都有 火藥啊火氣 火炮那些火槍什麼都有 基本上不是一個太弱的文明 他就算沒有A10級又A級 但他在我心目中是A10級的文明 好那我來講CC裡 CC裡的話 他的能力 有一個能力算是比較不為人知的 CC裡的話他的種田 他的食物攜帶的數量 是會多一的 每一個時代會多加一 那這個能力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只有寫 農田森林提供100%食物加額外食物 那麼這個額外食物 他是沒有講是攜帶食物的意思 這個能力算是 對CC來說非常好 遠能加食物攜帶量的話 那自然的農田 就可以獲得食物更多一點 這是理所當然是 其他的話比較特殊的能力是 他的 樓城 他的瞭望塔變成樓城 這個叫什麼 城樓 應該叫城樓才對 他的劍塔 會比較大根一點 比較粗 跟玩塔攻對射的時候 CC裡有一定的優勢在 也比較強 再來就是他的金冠 是鎖子甲 騎士可以加近戰異防 然後遠防加2 變成一個 跑速很快的 哥德護衛隊的概念 雖然還沒有到哥德護衛隊 那麼硬的情況 但是以這個騎兵血量來說 重裝騎士 加上再多2防的情況下 那個防務真的是硬到爆炸 遠防就有8了 好 其他能力的話 我們就不說了 來看一下這場的比賽對決吧 那CC裡的地坨 MBL這邊 基因是在有點偏後方 好像不錯 那果樹一點在前面 算是有點慘 而且他的墓區 這些看起來算是很好的感覺 但事實上是蠻慘的 因為你墓區 雖然有正面可以抵擋敵人的攻勢 會有點難受 但是如果 對啊 MBL這邊的圖 只剩下這一塊木 如果這邊為死的話 只剩下前面這塊 跟後面這塊 木區 那會導致他在前期 會比較難受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VIPER的圖 VIPER的圖 是黃金在左邊 那果樹在後面 然後正面有木頭 那跟MBL的數學蠻像的 就是他這個 比較擔保一點 很容易就被工兵騷擾 但比MBL好多的是 他的墓區後面 這一塊是蠻厚的 而且左右兩邊 死角落都還有木頭 那圍起來的話 也比較容易 好圍一點 整體看起來 VIPER的圖是 比MBL好上許多的 好 那我們來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要怎麼打 兩邊都是那個封建時代 那打算打洛馬 這邊加速一下 哎呀洛馬直接砍死 一隻長槍兵 欸 但是VIPER並沒有 要出大量兵的感覺 長槍兵 直接出來 想要再防守 但這隻洛馬在裡面 一直在騷擾 兩邊跳恰恰 感覺是不會打起來 這個 兩邊都是小打小鬧 並沒有要真的要 傷害對方 這邊一村都沒有打到 兩邊都完全沒有傷到村民 都是 出幾隻兵 跟對方 玩一玩而已喔 調戲一下對方村民 就沒事了 你調戲我的我調戲你的 不相傷害 就是這麼一回事 你看這邊繼續在調戲 你調戲我我也調戲你 兩邊都是在恰恰 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那我們這邊就高速略過這段時期吧 好 那VIPER率先點下城堡實彈 那CC MBL也點下了城堡實彈 時間差距大約30秒左右 那村民術目前是 VIPER的30村比較少 因為這邊是點下輪走的關係 所以村民術會少是正常的 但是這邊MBL 是沒有點下輪走的 所以這段時間上城的時候呢 氣勢VIPER的經濟是在更好一點 因為他在上城堡之前點這個輪走 就代表在神堡升級這段期間 他就可以享有這個輪走的速度 而且他本身薄薄的村民速度就10%了 然後再加上那個輪走 因為再加10% 所以他的村民速度現在是20%的運動速度 哇你看那種田的村民這樣走來走去喔 這個效率就好很多 還有這個伐木的村民 所以BB的氣勢在城堡時代前 點下這個輪走的技術 可以讓他上城堡之後 經濟一個突飛猛技的發展 非常的完美 好那這邊因為經濟超級好的關係 所以上城堡直接開下了3TC 然後出了幾隻騎士 想要來做給對手個壓力 那這邊一個前置修道院已經被白盒發現了 那這隻村民能不能抓到呢 好現在有點困難 有兩隻刺頭出來了 但是修道院快要好了 MIPP要放棄進攻了嗎 這兩隻騎士不能送掉喔 殘血的趕快拉走 拉走的話看會不會回到家裡喔 等待一個機會等生女出來補血也是可以 不然就是到前線去砍村民 兩種選擇 那MIPP這邊是可能要打算要拉去前線打村民了嗎 海盜拉回家呢 好這邊收掉了一隻長槍兵 這個長槍兵沒有控好 所以在移動並沒有做出太大的傷害 兩隻長槍兵想要單挑五隻騎士 有點意想天開 但是後面又補了更多的長槍兵 但長槍兵的數量依舊不夠 依舊是在白給的一個狀況 但前線已經蓋出了修道院 生女也出來了 工程器點下頭死車兩台 那這邊騎士確實是回家來補血喔 並沒有拉到前線去打村民 好這裡有相當大的一個大量的 騎士殘血喔 那這邊長槍兵基本上是送弓喔 那這邊MBL學掛了 要把長槍兵 囤在家裡 那班和這個戰術也是相當高明 因為他知道對方已經前置修道院跟BK 那會盡量去斷他的兵喔 就是讓他在過來自願的途中 就直接把長槍兵收掉 讓對手沒辦法一直聚兵起來 那VIPER這邊就會比較好打一點 好那這邊對手有頭車已經出來了 那家裡要蓋下BK入反之嗎 還是沒有這個想法呢 看一下VIPER怎麼做選擇吧 好VIPER把殘血的騎士拉掉了 那這邊只剩下滿血的騎士在做輸出 殘血的都回家了 都跑到這裡做一個補血的一個選擇 哇很多騎士都殘血了 你看VIPER這個細節是完全拉滿的 並沒有在打的比較隨便喔 因為VIPER其實他在打天梯的時候都比較隨興一點 但如果VIPER他會這樣子這麼尊重士兵的話 那就代表他這一把是要動真格了 並沒有要開玩笑 好那VIPER點下了二級木 這邊又有二級木開的比較晚的原因 是因為他這邊初期又開3TC喔 這個村民量消耗肉量實在太大了 所以並沒有太多肉可以去點這個二級木 那上城堡初期又點了六隻騎士 偶生七隻 所以導致他這邊肉量實在是有點不太夠 所以他晚上這個二級房子不正常 那反觀MBL這邊二級木也是沒有點 那主要也是因為他前置的關係 那場上兵跟頭車都是需要大量的 木頭的跟食物的一個選擇單位 所以這邊會比較難打一點 唉唷這個村民 有點危險了 我差點就把鬥了 好那VIPER依舊在後面想要去斷後 但目前沒有看到一個可以斷後的跡象 那前面有三隻僧侶 可以來隨時轉置對手的一個騎兵 那但是VIPER並沒有套入對手的陷阱 把鬥的騎兵往前壓 然後蓋下了城堡 哇直接前置堡呢MBL就完蛋了 這就代表VIPER並沒有被牽著鼻子走 你前置我我也前置你 看誰誰的前置你比較痛 那剛剛我們前面有說到 這個木區真的是有點慘 這邊比較薄 所以隨時都會挖樹洞像這樣子 然後又要被箭塔射 或被城堡這樣插下去 就會生無法自已 TC還要再掉一個 然後木區一定要往後撤 這裡基本上木區都不能中 農體也要被射掉 然後這個城堡 哎呦這個城堡又是蓋了起來 趕快圍大堆房子把自己圍起來 那就可以安心的把這個城堡蓋起來 那這邊有三隻生侶直接做招翔 該是招的招 問題不大 招到一隻 好那如果前面不能伐木的話 那這邊伐木區一定要像我剛剛說的 一定要到後面這邊 那這邊木區就會被控制住 就會很難受 前面的部分依舊想要進攻 好但是這邊想要來一個包夾 但是已經被秘魯抓包了 看來騎士要被招走兩隻了 這隻也被招走 OK那確實招掉兩隻騎士 那剩下騎士跟輕騎兵 直接來拆頭子車 那能不能拆完嗎 好像有點困難 右邊再彈個超過一劫了 趕快跑趕快跑 MBL這邊 稍微經濟受到了一點傷害 大量的木頭區 挖木頭村米都要跑到這裡來 那經濟稍微還是有點受傷到 但正面來說 MBL打的還是很強勢喔 兵當外還是蠻多的 而且長槍兵非常特製 就是MIPER的騎兵 好那這邊直接搜村 那搜村射掉這騎士之後 應該還是可以 唉唷這邊再圍一下 唉唷秀超過秀超過 MIPER的手速是相當快的 好後面補下了大雪跟刺激 看來是要打彈道雪 要來打工兵了 那這邊工兵不知道是要選弱弓嗎 唉唷在出弱弓喔看到了 弱弓的話已經出來就燒了 那因為剛剛WIPER也招對手MBL的地形 牧區超爛 這邊只要碰路之後 全部都已經往這裡跑 好WIPER已經心知肚明了 但是前面 頭車依舊海帶在輸出 而且這個TC有可能會掉 唉唷這個頭車沒有控好 看來是要送掉了 唉唷 緊急時刻往後拉了一下 關鍵來頭上來頭下 唉唷 WIPER有在操作 這個頭下馬上把那個村民給拉掉 然後呢衝車過來開始頂 然後頭車過來 要來頭生女嗎 唉唷直接投掉了一個頭車 再來一台 唉唷一換二 爽萬爽萬 WIPER這邊細節也是拉滿 直接一換二 挑換 不愧 然後再來一個全套村民 開扁那個衝車 沒問題沒問題 看起來 前家裡的問題是解決了 有一台城堡 鎖在家門口 這問題不大了 雖然TC被拆掉一座 然後MBL這邊開下第四個TC 總體來看 但MBL經濟是會比VIPER好上很多的 目前村民處也是有一個領先在 領先大約二十村 好但是目前VIPER有弱攻出來了 弱攻出來之後呢 CC裡MBL要怎麼打呢 床槍兵是要回救嗎 還是要繼續前壓呢 看來前壓活動是想要放棄了 因為有城堡的話 確實也不好繼續進攻 而且這邊有大量的僧侶 我不太知道該幹嘛 不知道該回救還是要再繼續前線呢 還是要去撿遺跡呢 因為地圖上的遺跡現在是沒有人在撿的 好那來看一下VIPER這邊進去 招勞 哇大量的村民直接收村 然後到另外一邊開始伐木 這裡上億人伐木啊 但沒有辦法 MBL安全的木區也只剩下這一塊了 好這邊有場合兵上來直接硬 打這個弱攻效果非常的好 弱攻直接被插成白癡 直接sayonara被頂歪了 OK那弱攻全速被消滅之後 VIPER剩下十二隻弱攻 十二隻弱攻是VIPER的最後的主要部隊 那這個主要部隊能不能拖延到一點時間 那就要看VIPER的造化了 因為VIPER這邊實在是有點稍微落後的 NBL因為經濟很好的關係 已經點上了帝王時代 但是VIPER離帝王時代還有一點距離 而且TC數也輸NBL 這把還能逆轉嗎 好那這邊CC裡NBL蓋下兩座城堡 想要來奪還這邊的墓區 同時也想要守這塊金礦區 想法非常的多元 那我覺得NBL這兩個寶也算是蠻精銳的 這個寶可以守到農田跟PC 那這個寶可以守到金礦 而且是雙寶防守 如果真的要巨頭開丟的話 兩個寶同時出來造這個巨頭也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出的比較快嘛 拆的也就自然比較快一點 但是VIPER這邊上帝王時代還很久 但是NBL時代就快好了 而且這個城堡又插在對手家裡 這就代表你的城堡一出來就要被投爛啊VIPER 哇那VIPER還能打得贏嗎 好這邊落宮再收掉一村 而不是收掉一隻生侶 那修道院目前沒有再繼續造生侶去撿遺跡 這邊落宮量非常大喔 20隻 20隻的落宮不太好解 可能要出點贊吧 不然NBL可能要出騎士硬打也是可以啊 但是本人會被修操作 被修操作就不好玩了 好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好這邊有點小失誤被捅到幾隻 但是長龍兵依舊是 打這個落宮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手短木刀 好那這邊衝車過來 開始拆對手的BK 跟修道院 欸但是這邊NBL 點下帝王子代 巨型頭子機剛開始殘號 好這邊右邊造了一台 這邊也兩台 好直接開始拆 但是VIPER這邊帝王子代號 1分半左右 那守衛生已經點下了 欸但是NBL 這邊沒有點輪走啊 哇那他村民領先這麼多 那可能也沒有領先太多囉 因為這個輪走技術 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科技喔 那這個耕田技術也是喔 那我前面剛剛有提到 西西里每一個時代 這個農田的村民 採農田的食物 上限是多加1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很明顯 很明顯沒有加成阿 這個農田技術還是該點阿 MBL已經搶到這一點了 一嘴完他沒有點馬上補下 你早該補答阿 MBL 不然這個食物經濟量 是會差很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11 11個 11個 好那右邊這邊 蓋下了馬就跟BK 但是白盆雖然有點時代落後 但有點有點 慢慢追回來的感覺 但這邊西西里MBL 還搞不清楚 到底自己要打什麼 應該是要打 騎士啦 這邊升級凍裝了 那目前一隻騎士沒有出 就是先選擇了升級 而且攻防也沒有升 哇 MBL為什麼會這麼窮阿 這個輪軸跟守隊車沒點 真的經濟傷蠻大的 好那這邊守隊車點下之後 應該經濟就可以超音改美了 直接經濟起飛 好問題八大 好那這邊看一下食物採集量 是11 12 13 14 15 16 現在守隊車已經好了 17 18 19 20 好放回去 21 哇21個 瞬間採集量變成一倍阿 就知道這個輪軸跟守 守隊車的能力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MBL已經展現給大家看了 經濟的重要性 好那MBL已經開始在升這個品種 好那工坊也在慢慢升上去了 那反光Mapper也是在開始升級這個馬的一個工坊 那三級勝已經點好之後化學也點好了這個劍這邊火箭的了 好弱弓再持續給對手壓力 那說不定有一些弱弓想要來燒了 但是 有TC這個關係 只能在遠處 稍微射擊 MBL雖然是比較早上帝王時代 但經濟上真的是蠻差的 所以導致這邊上帝王時代並沒有先打出太大的優勢 然後只有在做科技升級的動作並沒有再造兵 那BIPER者是因為經濟上一直都還不錯 所以他可以邊出兵邊升實彈 然後科技也頂得比MBL快一點 好這邊並且弱馬過來拆這邊的村民 但是有長兵在防守 應該是沒什麼看到問題 欸這個 這個 這個會掉嗎 欸再拉幾隻 好弱弓過來 直接硬碟 哎呀 他一次燒掉啦 鑽啦鑽啦 好兩隻弱弓依舊在燒了 MBL依舊解不掉 好這邊有蠻大量弱弓 在這邊想要阻止MBL挖黃金 而且這裡火炮出了 火炮出了 來直接拆這個城堡也是相當賺的 又可以直接 騷擾到金礦區 好BIPER基本上 把MBL金礦區都封鎖住了 那這個金礦區這裡被封鎖 那只能靠 他有靠一塊金礦喔 不知道在哪裡 欸 看到他那塊金礦 在哪裡挖的 我怎麼沒看到 好在這裡 好奇怪 他應該只剩一個礦區喔 怎麼沒看到 哇這裡商業人在採礦 金礦實在是太慘了 好那MBL已經點下了三級馬卡 三級馬卡點好之後 防止2加4的一個能力 好那這邊重型弱頭也點下了BIPER 那這邊金銳弱弓也升級好了 8加4攻擊力12的弱弓 非常非常的硬 很硬很硬 好那這邊重裝弱頭也好了 那這邊基本上弱弓也不用去追這個奇兵 只要靠這個重裝弱弓去處理就行了 那弱弓就在前線做一個騷擾 哇這邊大量的臭名直接被BIPER抓包 還敢在這邊偷金礦阿 點這批句 哇這個臭名是已經死了超多的 好那這邊BIPER臭名術順利反超 那這個城堡應該是打不掉 後面有大量的騎兵過來 直接先把老頭收掉 再拉了幾隻騎一隻翔過來 但是這邊火炮應該是 性命寶了 左邊這邊也在開戰 但是有洛鎖在擋洛鎖 似乎有點難打 原諒是不夠多 被這個提示反殺一點 而且這邊CC三防金好了 防御非常厚 連金冠也點好了2加6的一個遠防 近戰還有2加4 近戰還有6防 哇非常非常硬這個鎖子甲 好鎖子甲已經點完之後 繼續再輸出 好繼續射一下射一下 再這個射一下射一下 哇這個弱弓雖然傷害已經很高了 但是由於對手吸吸的鎖子甲的關係 這個弱弓傷害並沒有特別的耀眼 還是有機會可以往前推的 像這樣子 右邊這個弱弓依舊是難處理的 家裡還是有點難搞 而且這邊 VIPER又轉出了大量駱鎖 這駱鎖一直來弄的話就會很難受 欸這邊VIPER居然點下了金罐啊 這個血量一直在增加啊 我們剛剛有講到 薄薄的金罐就是可以讓駱鎖的血量慢慢恢復 那這個科技也是蠻貴的 換我就是不知道要點什麼時候才去點 那這邊由於出駱鎖可以吃到這個效果 駱鎖也可以 所以VIPER可能就覺得 喔蠻划算的 反正我就是要出駱鎖加駱鎖 那我就不如點了吧 大概是這種概念吧 好依依就右邊這邊還是解不掉喔 這個火炮在右邊很難受 正面一個大開戰 前面大量駱鎖直接硬砍騎士 然後換這個長槍兵上來扛 但長槍兵受不了弱弓射擊 而且這邊量也比較少一點 長槍兵並沒有做出太大的一個反制的一個能力 直接全部送光 好那MBL又回到問題身上了 經濟就很慘 但這邊駱鎖有些是殘血的 有點被送了 一個滴滴打高地有點慘 那右邊這個城堡要解掉了嗎 中間還是有火炮在繼續輸出 那MBL這邊已經斷金了 沒有足夠的石頭可以修這個城堡 右邊城堡陷落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好那這邊大量的肉麻補過來 想要來硬拆對手巨頭嗎 誒這邊操作失誤 哎呀 解手吧 好落空後就要在後面無情輸出 誒這邊直接一個 要硬打了嗎 右邊繞了幾坨騎士 騎士數量17隻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雖然落空打傷也是蠻高的 但是如果這邊直接硬打的話 火炮是解的掉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問題是這一坨落空能打得完嗎 而這邊這邊一個大開戰 戳戳也直接硬上戳了上去 大量的肉麻死去 那落空還要及時發現往後拉 但是右邊這邊的騎士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直接被MIP的落空射成白癡 奇怪欸 鎖子甲迷你加騎士二遠防 啊這個落空射得起來是這麼痛的 哇 這個落空是不是做壞了 打馬弓也很強 打騎士也很強 他很怕的就真的只有戰毛跟強弩 好 那這邊CC裡 MBL中點下了三級弓 那有三級弓之後 打那個駱駝應該就有用一點了 大量差二弓其實差蠻多的 好那這邊長槍兵直接過來要硬上了嗎 雖然還是有點少 但是有大量肉麻也很過來 麥普的食物已經到了三千多 黃金還有一千多 經濟上來說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應該可以用錢就淹死了MBL MBL這邊則是黃金很缺少 然後食物也非常缺什麼都缺 但是依舊沒辦法阻止麥普的一個無情進攻 右邊還在出大量的火炮跟馬弓 兩隻火炮一直慢慢拆 那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正面的話弱弓需要越來越多 那這邊一直集火這個肉麻相當非常非常好用 那下面又撈了幾隻肉麻要進去燒了 但是這裡有一個洞 欸有點危險 好那這邊火炮應該是要拆掉 最後一下 NICE 掉了 好麥普打了七七四十九天 終於把這個城堡給收了 好那正面開戰看起來也沒什麼太大的一個變化 兩邊依舊在跳恰恰 MBL依舊在送冰 這個冰 集結點沒有掌握太好 這個冰只能一直無情往前送 那伊斯到時候往後拉眼睛送的差不多了 那白魁一直讓弱弓這樣白跑對手的一個單位 非常非常的賺 好那火炮也順利解掉了對手的TC 右邊的話這一團 冰依舊無法解決 對MBL來說壓力非常非常大 右邊整塊的農體也不能踩了黃金也被斷了 MBL打錯了幾局 哇這場怎麼感覺打得有點久 米米WAP跟MBL好像沒什麼在開戰的感覺 但是MBL 這場一點小小失誤喔 這個冰一直沒有集結得很好 一直在有點小送小送的感覺 然後經濟也被拖垮 好來看一下經濟 伯伯這邊數目是領先6000木頭 那食物的話是CC裡比較多 那CC裡的話剛剛填裝60幾片 63片65片左右 所以這邊食物也是正常 那伯伯本身也不太需要這麼多肉 所以肉輸一點是理所當然 那這邊黃金量挖的還是比MBL多一點 畢竟MBL這邊黃金礦一直被壓制喔 被這個弱弓射成瘋 哇這個金礦 那石頭部分的話也是VIPER的一個優勢喔 畢竟VIPER也是強壓著MBL 所以這個石頭也是被VIPER挖到 挖個金光喔 所以才有這麼多城堡可以來出這個弱弓 好那我們來看其他數據 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特別之處 好那今天的影片我們就差不多這 就到這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不